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将采取Spotify和谷歌的点歌模式,但音乐视频将成为特色。YouTube音乐服务将分为两种,一种是插入广告的免费版,另外一种是付费增值版,付费用户可以欣赏到海量音乐。 对于增值版,YouTube定价可能是包月99美元。消息人士称,YouTube音乐流媒体服务尚在准备当中,还不会马上上线,但有可能在年内推出。 公告牌报道称,增值版用户可以免除广告,可以将音乐保存在本地设备中。 在离线时欣赏,免费版则将支持各种平台的硬件设备,其中包括一栋端。 YouTube对于免费版的商业模式是通过海量听众和插入广告创收。 据称,YouTube的音乐服务,也将和谷歌其他产品进行整合和共同推广。 比如谷歌眼镜未来也可能成为音乐流媒体欣赏设备。 此前,谷歌已经推出UOaccess.com是音乐流媒体服务,在谷歌和音乐公司签署的版权协议中,已经包括了将来YouTube音乐业务获得授权的条款。 因此YouTube音乐服务推出,将比谷歌之前的服务更加顺利。 据透露,YouTube可能选择在对视频客户端进行重大升级时,推出音乐流媒体服务。 YouTube方面,并未对媒体证实音乐产品的消息。 在音乐流媒体领域,Spotify、Pandora等独立公司已经抢占先机。 苹果和谷歌则希望依托iTunes等现有产品的海量用户优势占得一席之地。 不过,在尚未站稳脚跟之前,谷歌为何要以两个品牌推出同为点播模式的音乐流媒体服务? 这尚不得而知。 那点题,主要是传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段视频结束的片子。 请您按BT,或订阅评订阅明镜。